陣上一男子從巷子走出來 走著走著 突然從天而降 掉下一名藍衣男子 不願不已從頭頂陣上方 壓中他的身體 當場倒地不起 目擊民眾想起五月六號 那瞬間仍舊心有餘悸 四十四歲的彭姓男子表示 當時他正在清洗租屋出的冷氣 二十四歲的鄭姓男子 到新竹新風箱找朋友 原本只是路過 卻不慎被從天而降重壓 兩個人當場往同方向 側身倒臥 鄭姓男子當場頭部 著地吐血 當事情發生過後 三天他爸爸也來 來現場看 他現場看說 怎麼可能會從他上面 然後修冷氣完全沒有那個 那個痕跡什麼都沒有 所以他是從他上面這樣跳下來的 工程一時沒踩穩 才會失足墜落 但警方到現場才正發現 男子掉下來的地點 根本沒有冷氣 認為他的說辭不合常理 而遭到重壓的鄭姓男子 宋醫搶救六天之後 仍然宣告不知 宛如燒肉重事件翻版 好端端的到新竹找朋友 也盡量走在最內側 沒想到霍從天降 白法人送黑法人 讓家屬相當心痛 三星文章和一黃世函 新竹長的報導